A yell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領的是 MX5 CUP的第二站 一開始我們從技群的視角起跑 前面的文兵怎麼沒有動 後面大車禍 因為文兵沒有前進 後面發生大車禍 技群撞到了一下翔哥 趕快到翔哥這邊 翔哥再被文兵卡了一下 沒有出什麼大事 但是名次也大幅的往後跌了 對著文兵這一場 他是第一次參加我們的比賽 他忘記要把剛開始的選單按掉了 所以卡在選單畫面沒有辦法前進 這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說才好的 我們再回到起跑畫面 最後起跑的尼莫 上一場第一名 這場的最後起跑 前面撞得一塌無阻 怎樣的那台車子飛出去 你還自己開到草上 也失控了 回到比賽 這群現在追上第三名的聖修 前面有人衝出去 是我 是我衝出去了 這場我剛開始 剛開始 起跑想說 哇 這一次起跑好勝利 跑到前面 然後就爆炸了 我大概是 每一場都開跑就爆炸 有幾次可以出過第一圈 我跟著下老闆 然後 沒有辦法控制住 一樣都壓到草 彎不過去 小心 就這樣回不了賽道 被蟲木超過了 掉到 第11名 最後一名 前面 繼續追加聖修 這次 是Briant Hatch第二次出現在 我們的比賽走好 上一次我推到 非常非常接近齊老闆的成績 可是也是大爆炸 這一次也是大爆炸 換到第九名 這個是小鹿的視角 追上了第八名的紅河 紅河的車會瞬移啊 紅河的車會瞬移啊 他一直在耗拉 實在是 跟在後面 非常危險 超過去了 馬上緊追下來的目標 腫腫 從外 好像慢了一點 逐漸的又被拉開 造場地後面這一段 我覺得是 跑起來非常的爽快 一點點煞車 擁有上回 tôi sẽ 待會兒 我更跑 會 hydrated 就 你 在前面還看得到 他就是怎麼玩 被甩開了 這次會如何呢 喔 接近囉 說不定有尾流囉 可能還沒有吧 速度大減 沒有失控 好 這群超速成功爬升到第二名 要滴流 短戰的第二 回過剛剛 掉到最後面的我 嚇一跳 好 我們剛剛突然一個車體接近 還是不要跟在他後面 我覺得 一隻被後拉 其實就已經完全失去了 競爭力了 是說你摸最後一個起跑 才四圈就已經跑到第二名了 太誇張了吧 然後輸了 季群 現在跟上第五名的洞洞 像這個上一場 非常好像 我們這波弄得比較大 喔 地群差一點 差一點就要出去了 車子晃一下 距離越來越近 我們要被咬住 回家這個外面出萬兵出勝負嗎 哇 這樣距離可能會再次被拉開 重播 這個是小鹿 小鹿旋轉 哇 被我陣撞 再被文兵陣撞 我們慢動作再看一次 撞到車子都重疊了 小鹿 左前 右前 都受損 哇 這個好嚴重啊 第四圈就發生這個重大事故 從這個視角來看一下 好嚴重啊 噢 直接撞上去 我的引擎跟 懸吊也都受死了 玻璃破掉了 我先關著出界了 看我後面的文兵 好嚴重 只要是第一次閃黃的時候 稍微開慢一點 說不定就可以避過了 看到黃旗還是要乖乖減速才是啊 再回到第六名的地群 重新追上東東 前面還要有一個現揪 呈現三包開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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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 似乎還信不太到尾 都沒有很明顯的 加速 在前面還有一台 白尾加油一點 我們上去變四包開 翔哥喔 第三名是翔哥 肚子 小魚 鄂鄂的顏值有三百多 似乎也不是很穩定那個狀態 出完了應該超車不要出什麼問題 出完超車 並排了 並排了 剛好還有人出戰 東東太慢 炸車衝出去 一群突破一彎 沒換到我的視角 我要謝老闆 謝老闆斷線 謝老闆車輛故障 動到也太開心了吧 我居然還在 這邊是剛剛碰撞的我跟小路 兩台車都完修出來了 但是已經整整落後大家一圈了 這三三下八台車 有點少 五十圈 現在才過六圈 現在才過六圈 小路守著內線 發現我不能再切為外線 一個很貼近邊緣的過彎 一個很貼近邊緣的過彎 整個彎 轉得比較快 從內線過去 差一點分分碰撞 有點切得太外側 還好 我們兩個都閃開 上陣了一名 到第八名 第十圈 第十圈 我嘴掌了 紅哥 欸不是 我嘴掌了季群 這應該是 隔了一圈嘴掌 就是 我現在要解除他對我的套圈 一圈 好像快要加油了 我們現在應該可以撐了一圈 一圈 一圈幾圈 我到他那個距離這樣子 就只要 對啊 到他兩圈就可以用離遊 兩圈應該都還沒 第十二圈 都維持一個差不多的距離 所以我發現明顯的縮短 這群沒有轉進內線 我的機會來了嗎 所以我還是不行的樣子 來到後面 我最喜歡的這一段 一口氣拉近距離 我跟剛剛超小弱的地方 同一個地方 進了內線 超過了 超過了 一個煞車就被 劇群從後面頂上來 旋轉 滑出賽道 哎呀呀 從地群的視角再看一次 我從內線進彎 需要撿特別多數啊 似乎是撿太多了 剛剛的起跑失誤的文兵 現在追上了第五名的鴻溝 第十五圈 第十五圈 紅哥稍微失誤 紅哥大失誤 紅哥打紅 擋到鴻溝兵的路 直接給他撞了上去 旁邊的尼莫 第一名的尼莫 已經到了第一名的尼莫 一口氣 套圈過去 來到第27圈 我追上紅哥 終於 經過了這麼多圈的努力 追上了第六名 紅哥開車非常穩 就算在後面施壓 也不太可能有機會讓他死包 超車是一個困難 拼也是三百多 這場網路的狀況不是很好 這邊比較快 可是這個距離不夠 馬上就要下一個彎了 只好放棄結束 這邊的出彎呢 可是不行 你看這一個 似乎有在接近中 不敢開到正後方 我稍微滑了一點 修正了一下 沒有失控 但是沒有把握到這個機會 現在要進... 接下來要進第一個彎 衝完艙車 衝啊 並排 兩車並排 兩車並排的轉過這個非常急的彎 紅哥再次躲回前面的位子 紅哥守著那一線 非常貼近 超過了超過了 超過了 紅哥 不見了 不見了 喔齁 沒有網路的關係 所以... 我的車在瞬間 有什麼東西 是因為ORG 原來是這樣子 一個跳躍我 就把紅哥直接頂出去了 我在我那邊看完全沒有碰撞 在這邊卻是 紅哥直接消失 26圈 可以追上地區 文秘阿 這一場之前都在說 自己很弱 很弱 兩圈會爆炸一次 煎火 根本沒有爆炸 而且剛開始這種狀況 還可以一路追到第四名 很厲害 只要給他一個封號 裝裸車手 最會裝裸的大概就是文兵了 就1月1日進囉 這群沒有轉去內線 怎麼出來有可能會一口氣被做掉 沒有 速度差不多 下一個 就看下一個了 並行囉 還沒 差一點 文兵放棄 決定等待下一個機會嗎 總覺得從這個視角看起來有一種 順暢的感覺 搬駕駛座比強 可是我不太會用這個視角 比較難抓到輪胎的位置在哪 可不要在螢幕上面貼標籤之類的吧 滾兵那個出彎 被擋住 非常小心 一口氣超過 從內線一個下車超過 漂亮的超車 來到第45圈 快要比賽結束了 這次的好像有點零散 每一場都短短 我在那時候追上了第三名的季群 也不能算追上 甚至解除套圈 這就是 擁有比較快的圈速 才是剛開始爆炸的好處 可以玩 可以纏鬥 我跟套五圈的人纏鬥 涼起來怎麼好像有點心酸 剩下五圈 究竟能不能超過去呢 我內線被他擋著 他前回外線已經來不及了 並行 我內線他站著 外線超速勝利 兩車持續並行 進入第一個彎 非常小心 不能碰撞 持續的並排 這已經是第三個彎了 準備邁入第四個並排彎 對 我照顧一超車成功 哇 好長一段並排時間喔 最後一圈 等敵摩 追上 雞群 雞群 準備要套他圈 忘記著不用套一點 沒關係 比賽就要結束了 全場被套光光 只剩下強哥跟雞群活下來 雞群活動 以後 已經快祝出了 雞群活動 雞群活動 再次遇到 雞群活動 最大附近的雞群活動 小心駕駛狀態 半個三秒了 穩穩的開過終點 恭喜妮諾 獲得本次第一名 翔哥第二名 季群第三名 恭喜三位上頒獎台的 開手喔 那我們第二戰的回顧 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這條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訂閱 喔 喔